運動是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這是我自己的喜愛 我也是一個香港國際機場的保安員 平時會負責這個巡邏的工作 我的工作其實很講求紀律性 我都保持紀律 每天去保持自己的訓練 我差不多每天都會訓練 我會選擇在我生活的周邊、戶外的環境 因為我喜歡戶外、我喜歡陽光 和廣闊的地方 我可以用任何物件做為我的訓練工具 例如單車架作為跳躍的訓練 樹木、一些木頭 作為我的作用訓練 運動是人的基本所需 我有很多用品 我需要用到迪克龍的產品 日子久了我又覺得 他的用品我又喜歡 他的產品我很喜歡 我之後買東西 他又說請Squad 就開始做迪克龍的建築員工 我希望把這些運動的知識 分享給我的朋友 分享給客戶 最大的得罪就是 當你看到一個人 真的開始運動 在生活中 有一些好的改變的時間 這些都是提供我的最大動力 去繼續分享的原因 運動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做回自己的方式 一個分享自己的方式 讓我來看一看 每個月 最大動力 都在那邊 那邊 都在那邊 都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